市的主播画面中可以看见有辆水肥车先是往前行驶 这时后方有轿车准备要右转驶入 但水肥车却缓缓倒车严重挡住去路 新北市中和区日前发生一起行车纠纷 轿车驾驶行经警星中校接口时 被水肥车倒车逆向挡住去路 双方一次爆发口角 结果水肥车驾驶移车时不慎擦撞到轿车后方 轿车驾驶气得下车理论并报警 随后警方到场处理调解 不过轿车驾驶事后越想越气 认为水肥车驾驶行为恶劣 加上调解时一副不想和解 22号前往警局 针对水肥车驾驶提高妨碍自由伤害及回损 警方将厘清当时状况 并传唤水肥车驾驶道案说明 以上最新主播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